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们说到令计划和周永康 密谋要做一单大生意 定下了短期和长期的政治计划 他们都是做到了中共顶层的高官 是那种善云拿主义的人 而且手握大权 应该是会万无一失了吧 照常理来说 这的确是个非常周密的计划 然而制定计划容易执行起来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是在执行层面 令计划竟然愚蠢的接连犯下了四大错误 最后导致他和周永康的篡党夺权的大忌 根本还来不及开始 就已经在阴沟里翻了船 一个个都成了习近平的阶下囚 而且还连累了一大帮他们的无辜的亲朋弃友 那么令计划犯下的是哪四大错误呢 第一个错误就是擅自调动中央警卫局的人马 之前我们提到过 为了要回令鼓的尸体 令计划是调动了中央警卫局的人马 去包围北京市公安局 并且对视了一个多小时 中央办公厅主任私自调动中央警卫局 可以说是犯了大忌 按照中南海的规矩 在没有得到中共总书记许可的情况下 令计划要调动中央警卫局的人马 威胁北京市公安局 这种做法差不多可以算是兵变了 而令计划越权动用中央警卫局来协助掩盖车祸真相 是激怒了中央警卫局前任局长游喜贵 和当时的局长曹青 据说曹青和游喜贵 把令计划私自调动中央警卫局之事 报告给了江泽民等高层 另一方面当时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傅政华 在处理车祸的时候 收到过周永康的指令 不许他把调查的过程和结果 上报给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和孟建柱四个人 傅政华观察风向 后来就窝泥返了 反而把周永康的亲笔手令 交给了江泽民习近平他们四个人 而令计划的第二个大错误呢 就是掩盖车祸的手法低劣 弄假成假 结果呢是惹了大祸 在政法委大楼密谋时 令计划和周永康分工 组成了两人小组来处理车祸 这两个人周本顺和谷燕旭 在24小时之内 要北京警方三次改动了令独的身份信息 他的名字和在北京的居住地等资料也全部改过 死亡证书上的名字改为姓甲 就是真甲中甲的同音字 这在不方便登记真实姓名的时候 警方通常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的 而且他们还要这个车祸当中受伤的两个女子 快速地签署了这个确认死者的假身份 一个姓甲的男子 他们还要这两个女子和他们的家人 都签署了放弃索赔的文件 在接受每家1500万元的赔偿之后 要求他们永远不可再提车祸的事情 另外周本顺和谷燕旭 也彻底删除了北京警方的车祸记录 网络微博上车祸见证者的爆料 也被全面的删除 由于警方把受害者的姓氏 进入成为假 这样就引发了大量的谣言传言 说车祸中死去的时机 是即将在18大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与政协主席贾庆龄有关系 可能是他的失神者 贾庆龄对网上传他失声 指出车祸的事情是非常的愤怒了 他很快就去调查 而且一查就查出了死者 原来是宁记化的儿子 贾庆龄是习近平的铁杆支持者 在查出死者是宁骨之后 简直是如获至宝 他的天有加粗的把相关调查报告 悄悄的送给了习近平 以及仍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其他中共的高层呢 也先后都知道了这档车祸 据说王岐山把车祸报告 转给这个前总理朱镕基的时候 朱镕基是破口大骂 宁记化是畜生不如万 并联络了一些元老 要求中央呢是严肃处理 前两个错啊 可以说是瞒下 而宁记化呢 犯下的第三大错就是欺丧 其实如果他在处理车祸时 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呢 和胡锦涛沟通一下 这个报告的说是什么政治对手啊 对他和这个对胡锦涛呢 在这里展开追杀 相信呢 胡锦涛呢会支持他捉拿凶手的那种 毕竟他们的交情是非同一般的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啊 他们就已经在一起共事了 胡锦涛对宁记化可以说是完全信任的 然而呢 宁记化对胡锦涛呢 好像就不是那么信任了 所以呢在车祸事件上是至始至终啊 都把胡锦涛呢给蒙在鼓里 而且更要命的是 宁记化不仅从头到尾 是瞒着胡锦涛在车祸后第二天呢 还随同胡锦涛一起出巡办事 表现的是若无其事 神情轻松 甚至是还谈笑风生 后来他儿子的遗体啊 也一直都摆在殡仪馆的冷冻庭时间呢 也没有要举行丧礼的议事 有一个从中南海流出来 广为人知的传闻说 江泽民有一天呢 把胡锦涛叫到家里问 北京发生了法拉利车祸事件 你知不知道 胡锦涛说 我不知道 江泽民又问 另计划在儿子车祸发生后 动用警卫局抢尸体 你知不知道 胡锦涛回答说 不知道 那另计划把儿子尸体 放在太平间几个月 都不让妻子和亲友去看 生怕人们发现 一个人自己的独生子死了 连个追悼会都没有 连个悲痛的表情也没有 第二天还嘻嘻哈哈的大笑 这还是人吗 这人有点人性吗 胡锦涛听了呢 简直是大气也不敢出 江泽民又大声和之道 没有人性 哪里来的党性啊 这样的人 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身边工作 你说危险不危险啊 你说我急不急啊 另计划在处理车祸中 犯下的这三大错误啊 令他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 定位是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但是如果没有第四大错误 另计划在胡锦涛逆保之下 他未必是会彻底出局 但他在心急之下 又犯下了第四大错 最糟糕的是 这次犯错呢 他把胡锦涛也给牵涉了进来 以至最后胡锦涛也保不掉他 连胡锦涛在十八大后也彻底出局 不仅是交出了党权 还交出了军权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 闭门海选常委事件和令计划名单事件 而这个第四大错误啊 就是令计划为对手了 完全打倒他了 他可以说是亲手递上的最后一把刀子 2012年5月7日当天 经过令计划运作安排和胡锦涛的同意 效仿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委员常委产生常序 三百多名中十七届中央委员等高干呢 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 用图票的方式呢 对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人选 进行了民意测验摸底 也就是用闭门海选的方式呢 选出十八大政治局和常委的参考名单 按照原定计划呢 这次图票啊 本来是定在六月二十五号 定计划和周永康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把这个日期提前呢 一个多月五十天呢 其实啊 说白了很简单 就是呢 要避免法拉利车祸啊 定计划儿子撞车蚕死的事件流传出来后啊 夜长梦多 为了确保定计划在这次海选中可以得到高票 定计划和周永康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去争取支持 他们在五月初啊 也就是在五月七日海选之前呢 在京西宾馆还着急这个秘密参会 定计划首次浮出台面的神秘的西山会啊 更是出了大力 而图票的结果啊 定计划也获得了第三名 只是呢 比赶往重庆救火顶替薄熙来的张德江和中央 中共组组组部长李源潮的得票呢 要少一些 从图票的结果来看啊 一个十八大新常委的位置呢 好像呢 已经是定计划的郎中之物 问题是 定计划操纵的五月七日的闭门海选 又是满足了一帮元老进行的 他呢 也是再一次啊 得罪了江泽民派系以及了元老帮 弄得甚至像宋平啊 李鹏啊 等等的 原本是逆挺胡锦涛连任军委主席的元老呢 也都挺不下去了 当时有消息说啊 定计划出社后 江泽民呢 给胡锦涛的恩师宋平打电话说啊 重庆的事儿 胡锦涛推到了薄熙来身上 定计划的事情 他难道也能推到别人身上 宋平啊 当时呢也是只能够是无言以对啊 到2012年8月 北戴河会议讨论18大人士的布局 这些元老还要求了对定计划是彻底调查 把了这个定计划给撤职 一个元老还当面批评胡锦涛说 定计划你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薄熙来啊 你看人到底是准不准啊 事实上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由于习近平带着元老的口语逼宫 早在7月中旬呢 胡锦涛已经是被迫挥泪逐退了定计划 7月16号呢 当时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逆战书啊 是紧急上吊北京 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常务副主任 把定计划的中办主任呢 就给架空了 也就是说定计划在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出局了 据说在2014年7月底 定计划曾经呢 到卸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家里啊 拜访 他还坚持说自己啊 绝对没有违法违纪 他说他在中央办公厅任职那么多年啊 工作当中呢 是难免会得罪一些人的 发生这些事情呢 主要呢 是党内啊 有人要打击他 要扳倒他 胡锦涛身边的人员透露说啊 当时定计划是痛哭流涕啊 并且呢 向胡锦涛下跪求情 他还向胡锦涛保证说啊 如果全国的干部都贪污腐败啊 我定计划也是清官 我每一天呢 都在为总书记呢 是忠心耿耿的工作 回家也只是换身衣服 哪有时间腐败啊 但是胡锦涛没有做出回应 由于薄熙来的案子 当时还在侦查 没有判决 多数的常委和元老都觉得 在十八大会议之前呢 同时要处理两个 备受瞩目的案件 在政治上是风险太大了 作为折衷的方案呢 另一句话当时 只是被踢出了中南海 不再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而是呢 调任统战部长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另一句话就可以说是 成了一只待宰的羔羊 所谓是一人成 是百人彩 令计划大势一去呢 各种举报他的土塑性呢 也如雪片般的飞向中南海 不仅他一个 连他的妻子 胡逆平啊 也被人举报贪污 敛财 关于令计划的问题呢 这个在一 二零一五年七月 官方呢 就披露了他 涉嫌呢 犯下的一些罪 一共呢 有六项之多 这六项是 第一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规矩 第二个呢 是利用职务 谋取利益 收受巨奥的贿赂 第三个是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呢 打量的核心机密 第三个呢 第四个呢 是为妻子鼓励平的商业活动呢 谋取利益 第五个呢 是与多名女性呢 通奸进行了权色交易 第六呢 是对亲属利用他的职务影响力 敛财贸力啊 负有重要的责任 不过 令计划的案子 一直拖到2016年7月4号 他才以受贿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滥用职权三罪呢 经天津市第一人民中级法院的 闭门审讯 判了个无期徒刑 在令计划的三大罪当中啊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呢 那个罪名在这里呢 最值得说一说 早在2012年被栗战书取代 并被调职为统战部长之后呢 令计划已经料到 他将不会得到善终 因此呢 就开始思考应变之策 如何自保 就成了他那个时候的主要的任务 一方面他开始大量的收集 中国的机密文件 另一方面呢 他派他令家兄弟里面 最小的弟弟呢 令完成了前往美国探路 希望能够了找到一条活路 在令完成探好路 安安了家之后的 令计划 叫令完成了 就把大量的机密的中共文件 带到了美国 这些机密文件有多重要呢 要知道令计划 他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啊 是不出手则已啊 一一出手 那可是不同凡响 那些文件 每一件呢 都可都是可以炸向天气的暴雷 都是机密当中的机密啊 先后来啊 那个国文贵 弄了几分真真假假的 公司财务文件 就跑到海外 来搞什么爆料革命 居然还引起了 华人社区的巨大轰动 他的那些东西啊 如果拿来和令完成手中的 绝密文件比较 那个真是小屋见大屋 完全是不在一个级别了 原来令计划在2012年被调离中央办公厅 调任为中央统战部长之后的一个月以内呢 他就从中央办公厅秘密的取得了 大约了2700多份内部文件 并且呢把这些文件呢 交给令完成 令计划告诉弟弟说啊 如果他被捕了 就把这些文件呢 交给美国当局 作为令家呢 向中共讨价还价的筹码 2015年7月 令计划被中共拘捕 令完成呢 就带着这些文件呢 早就逃到了美国 他开始的时候呢 没有与美国官方接触 只是呢 躲了起来 他那是啊 好像还不知道自己啊 已经是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啊 令计划被捕之后呢 应该是很快向中共当局呢 就探了来 告诉他们呢 令完成已经带着核弹机的绝密情报 到了美国 于是习近平当局呢 就派出了多批的烈狐小组啊 抢往美国 希望呢 能够抓到令完成 或者是把他给干掉 而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追悔令完成带着的绝密情报 正是几批烈狐小组的出现呢 美国情报部门呢 跟踪他们才发现呢 中国特工要找的人 是令计划的弟弟 令完成 中情局和FBI才和令完成取得了联系 并且呢 把他给保护了起来 令美国情报部门 喜出望外的事 令完成约在2015年10月就开始呢 交出他手中掌握的中共绝密材料 包括了中共领导人 启动核武的程序细节 比如为攻击行动而准备核武所需采取的部阻 以及呢 发动核武所用的代码 文件中的其他机密呢 还包括中南海内所使用的安全秘密和通讯代码 中共领导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所用的蓝图指令和管控信息等等 我的天 这哪里是普通的机密文件呢 这些呢 可都是中共的命根子啊 是超级核 是超核弹级的秘密啊 不要说启动核武的程序代码了 就是中南海的蓝图这一项 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啊 就足以令美军呢 是不费摧毁之力 而可以呢 轻取中南海各中共大脑的向上人头了 十多年来 中美关系一直不能回到胡锦涛时期的和谐状态了 其实呢 就是和习近平上台之前呢 一系列胡搞的事件呢 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而令完成事件呢 只不过是其中一件罢了 有人说台湾是中共的暖蛋 美国人高兴呢 就会捏他一把 习近平当局是捏得给渣渣跳 其实啊 中共的暖蛋何止是台湾呢 习近平被美国卡脖子的事可多做了 令完成的那些情报 不仅仅是后来保住了令计划的一条命 也可能可以随时都要了中共的小命啊 在令完成向美国方面呢 交出绝密情报的消息呢 被美国媒体报道之后呢 令计划曾经在2016年2月中旬呢 是通过律师发表声明 否认呢 是交出了中国的国家机密 他的律师啊 那个叫Smith 说啊 令完成了 来美国啊 不是这个交出这个国家秘密 而是呢 来分享打高尔球的秘诀的 不过呢 这个是有点搞笑了 既然令计划有了律师呢 而且这个律师的来头啊 还不晓呢 曾经呢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执政时期呢 是担任过白宫的助理顾问 看来令完成当时在美国啊 已经是进入了申请政治庇护的程序 这个声明呢 只不过是一个姿态 但是呢 里面确实还是有很多信息的 其实当令计划被踢出中央办公厅之后不久 令完成就和大哥令政策的儿子 令福建 早在2013年就带着部分的绝密文件 逃到了美国 在2013年9月呢 令完成和妻子李平啊 当时在加州的首府沙加缅度附近的小镇啊 这个卢尼斯 以大约了250万美元买下了一栋豪宅 当时啊 令完成用的是化名 黄成 不过令完成在2014年呢 是一度返回中国呢 并且来接受中国的调查 目前呢 还不是很清楚 令完成在2015年 又是怎么样呢 再次带着令计划交给他的绝密文件呢 逃出中国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事 就是当时令完成啊 为了在美国呢 获得这个身份 后来呢 还不惜与这个妻子李平啊 离婚 希望呢 搞假结婚啊 在美国呢 长期住下来 而且还据说他搞假结婚的对象呢 是他一个生意伙伴的老婆 这个生意伙伴呢 为了帮他的忙啊 也就跟自己的妻子呢 办了假离婚 像这样的生意伙伴还真是不多见啊 不过这么一弄呢 另一句话当时差一点就暴露了行踪 因为这个习近平的猎户小组啊 就找到了来住在德州的 另完成的那个生意伙伴 纽约时报当时就讲述了 发生在那个德州的一件离奇的事件 当时有两个说话是带着大陆的口音 自称是中国政府的代表呢 找到了这一家数学辅导中心 被课的一个老师 告诉他啊 说你如果要想保护你的前妻呢 就必须呢 向他们提供信息 这两个人表示啊 说他们呢 当时是正在找一个叫 名叫宁丸城的男子 关于追杀宁丸城的故事呢 还有一个插曲 那就是郭文贵 这个中共国安的线人呢 当时呢 也参与了对宁丸城的这个追杀 有一个说法是说啊 这个郭文贵啊 是用的苦肉剂进入美国的 王岐山抓了郭文贵的家人呢 作为人知 要他呢 在美国为中共卖命 2015年 中共呢 甚至还对郭文贵呢 罚出了红色通缉令 郭文贵的确呢 也是有一点神通了 一度呢 就找到了宁丸城 后来网上流出来的有一段呢 宁丸城在打高尔夫球的独家视频呢 据说就是郭文贵派出的人马拍摄的 但是在美国情报局的这些干预之下呢 他最后呢 还是没有能够完成 追捕 并完成的这个任务 后来并完成 被美国保护起来以后啊 郭文贵当然会想很多办法 都以失败而告终 直到这个2017年 也就是当王岐山呢 成为这个习近平啊 用完了的这个口腔谈啊 就要扔的时候呢 这个郭文贵就有了新的任务 就搞起了所谓的爆料革命 最后呢 把王岐山呢 也就爆掉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共方面可能一直呢 都还在追查宁丸城的下落 不过我相信习近平一天不下台 宁丸城呢 就一天都不会露面的 不管习近平他独裁到什么时候啊 他心中呢 其实都有着一个大大的心病 那就是令完成和他手中掌握着的 轻易要了中共小命的核心机密 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